- 鏈甲的紋理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是這個鏈甲的一個紋理喔 那這個紋理是我 在網路上看到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就 把它看了一下這個影片 然後把它臨摹了過來 那因為我們這種 使用原則的關係喔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影片 的出處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出處 然後它的做法 我擷取一小段喔 你可以看它先畫了六邊形 然後 上面 畫了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在這個 圓的交錯之間 再畫一個圓喔 最後 大家可以看到它將所有的線條 畫完之後 它就取出這個 中間交錯的地方 讓它鏤空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它整個 鏤空完的一個結果 然後接著再做出它的 弧面 啊 就是這樣 做出這樣的弧面 那這種傳統畫法可以畫 有點麻煩 花很多時間 可是 Graythoper就會變得 還蠻方便的 而且很有趣喔 這個立體感很好 層次很豐富喔 這個因為轉了網格 這是平面的 把它流動到曲面 所以介紹這個紋理怎麼生成 那一樣我們就先把 Graythoper打開喔 我們首先做蜂巢 這個案例 蜂巢是一個關鍵 蜂巢這樣 那你可以看它的範例 它這個六邊形 這個地方是朝上的 尖尖的這個地方朝上 所以我故意把它轉90度 說穿了我就是整個都是模仿這個紋理去生成就對了 圓點然後蜂巢 尺寸我就用1 然後這一個 數據我先用2 2跟2 我用最簡單的做法 我們先用2跟2 等一下不夠我們再增加 接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要把它轉90度 所以在Transform裡面的Rotate 然後我全部轉90度 所以我在這個右鍵 然後改成Degrees 然後輸入 我的固定轉90 所以雙引號加上90 這樣 好然後90度之後 是不是這裡四顆 那它這個是不是在中間這裡畫一個圓 每一個六邊形都畫一個圓 很簡單 那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先取出它的中心點 我先取出M2 這樣是不是中心點 每一顆的中心點 接觸 每一顆的中心點 做什麼 畫圓 所以我就先給一個點 做個記號這樣就好 然後每一個折角 先取出它的折角 好 在Curve裡面 這個 取出它的折角 然後利用這個ListItem 把所有的點抓出來 然後 然後 這個 裡面有 1 2 3 4 5 6 6顆點 6邊形嘛 我就這樣 0 1 2 3 5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點是中心點 所以先做什麼 畫一個圓 畫一個圓 那你看啊 我就先用畫圓 圓心這樣 那可是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要串成這個Circle裡面 我就用一個Merge 用Merge這樣比較快 那這個地方 用我這個中心點是接在這個地方 我先看一下這上面的點 我們先取出上面的點 這是第一顆 啊 第0顆啦 第1 2 3 啊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這樣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點都找出來 好 對不對 第0顆 1 2 3 4 5 好 那我們哪一些要畫圓 我最簡單的我就全部接上去 不要的我再去掉也可以啊 然後這個 然後再去掉 好 這樣看起來有點亂對不對 啊 欸 圓心是一定要的 那我去掉這顆 這一顆 這一顆 這樣太多了 我們一顆一顆看好了 嗯 這個圓的尺寸太大了 看不清楚 所以 用個 0.6 好了 0.6 OK 那你看我現在是不是 這裡有一顆 接下來是不是這一顆 這一顆好像也需要 你看我這樣 這個地方 好 我現在要取的是 就是 接下來還有 我們看一下這個 影片的這個畫面喔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發現說 你看它的 這個六邊形的 這個交錯 這裡一個圓 中心有一個圓 那這裡也一個圓 這裡一個圓 這裡一個圓 所以在焦點部分 那我現在主要是要先做第一組單元 所以我現在缺的是什麼 好像這裡這裡這裡 好像差不多喔 我看一下喔 再加上這個 看看 這個不需要 這個補在下面 因為其他點會重複啊 其實 這一定有重複的地方 那我們 好 其實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中間的這一塊 我把這個尺寸做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嗎 我把這個 用小數點三位數 這樣 我們可以找一下這個 像比如說中間這一塊 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喔 就是 我用個 顏色把它 塗起來好了 我用個 比較 特別的顏色 這樣 其實就是這一塊 我們要的是不是這一塊 這圖案看起來 花花的喔 反正就是我們要的是這一塊 這樣 這樣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啊 找出讓他們 取出這一塊的 那可是因為在這裡喔 我就先把它 重複的點 都先刪去 所以在 Kangaroo 2裡面 這裡有一個 去除重複的點 你就把它接進去 再接到這裡 不過目前沒有作用 為什麼 因為資料層級裡面 在這裡應該要先給他一個 全部的 Flatten 就這樣按 右鍵直接 Flatten就好了 好 然後 然後 取除全部的點之後 我們取出我們要的這一小小塊 這一小小塊 這一小小塊 那怎麼做呢 好 這裡有點麻煩 因為東西比較多啊 我們就取出 0到15喔 我們就用ListItem下去取 因為反正只是為了畫第一個單元 剩下都不變嘛 所以用ListItem下去取 好 你看喔 0 我就這樣 多複製幾個 總共要幾個 這個地方我們要 你看喔 這個地方 我先用數字好了 0.20好了 第一個是0嘛 一定是0 這個是我要的這一顆 我們要取出這一塊 我一定要這一顆嘛 好 那我就接著往下 接下來這個 欸這顆我也需要 1我也需要 然後接下來 這個 就慢慢這樣找 欸這顆3號也需要 在正中間 然後就接著繼續找 OK 然後這一顆 這顆5號也需要 好 那這一顆呢 欸2號 那所以是 那我剛剛跳過2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這個地方 那我們選錯了 這個地方 多選了 這一顆是要的 這一顆也要 中間也要 然後這一顆跟這一顆 這兩顆不用 因為要選上面這一顆才對 啊 然後找一下上面這一顆 好 好這樣 所以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取出 這幾個物件 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一段 好沒錯嘛 這就是我們要的 那這裡怎麼用 取出它中間交集的部分喔 有一個工具可以試著用用看啊 用這個 Interset裡面喔 這裡有一個曲線的 區域的difference 就是插擊 那哪一塊是中間 中間是這個 中間去插擊 所有的 所以全部的接到B 這樣 這樣就得到我們要的這塊小單元 好那這個小單元接下來要做什麼 你把所有的線呢 把所有的線 先隱藏 我現在留下這塊小單元 我們來做 做成什麼 做成實體喔 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範例喔 就是這樣做成一個 實體 砰砰的 那我們用一個球面去 做出這個砰面 啊這樣比較單純一點 比較容易操作 所以我們先畫出這個 這個球面 那球面是不是在這個物件的 中心點 那這個物件我就先用 M2 Surface的M2 這樣找一個中心點 然後我們做一顆球 Surface的球 這樣 OK我切到透視圖了 我們來看 那我現在其實要這個砰面 我就把這顆球往下移動嘛 對不對 那我先給一下尺寸 10.000 先這樣 10 一定太大 大概 1.5 好了 1.5 那把這顆球往下移動嘛 那移動的是 位置是多少 反正我們就先來做這個地方 Transform 移動 然後往他的 Z方向移動 Z方向 那負的 所以是負的 那要多少呢 其實跟這個半徑有點關係啦 所以我現在希望 這個 從這個點到這裡剛好是1.5 那我中間這個距離是不是就1.5扣掉這個距離 所以我用減的 減法 減法 那這個距離是比如說0.5 它就剩下0.5的高度 這個砰面這裡就剩下0.5 0.4 它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這樣做 OK 然後就這樣移動過去 然後呢 這裡 在分割這個曲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小問題啦 不過這個問題不大 就是這裡有一條縫線 有些人會很建議這條縫線 他會想要轉過去 那你要把這顆球轉90度 所以 我在這裡直接做一下 我就把它 Rotate 這個球先轉90度 然後從這個工作平面 Vector裡面的 YZ或XZ都可以啦 轉 工作平面 然後 雙引號90 這樣 這個地方用Degrees 這樣 好 然後接到這裡 好 這個電池我稍微整理一下 OK我這邊都隱藏喔 這個線要留著 你看 這樣這個縫線就不見了 等一下割下來 這個面就會很漂亮 就是順便這樣簡單的一個方法 然後接下來這一塊 就要擠出啦 Surface 擠出 然後也是一個Z方向 這個高度喔 可以給高一點 比如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那個球最終會多大 我就先給100 100 100夠高了 一定夠切了 好 然後接下來給他一個cap 把它加蓋 加蓋 這樣沒問題 那加蓋完之後把這個cap 跟這一個 做什麼 插級 或者是做交集 應該是做交集啦 交集在這裡 OK 這個物件交集 這個物件 大家看到了嗎 結果就做好了 我把這個高度調低一點 我不需要這麼高 你看 隨時調低 0.25好了 就這樣 然後這個物件我上個顏色喔 因為我讓它區分一下 然後第一顆單元體就做好了 那我怎麼 把它對應到我所有的六邊形上面 啊我們所有的六邊形從哪兒來 從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看一下 所有單元的六邊形 其實應該最後是得到這個點啦 這個點 那我就把這邊 全部 copy起來 copy 把它加下來 然後這一個 矩陣的數量 我就用10 20 先用一個10 一個20 這樣 OK 那其實不要的地方 我就把它刪一刪 這三顆不要 我就這樣 其實因為相同的東西 你這樣運用上 我比較容易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定位啦 其實前面這個地方 就跟前面一樣喔 如果你這個size有改的話 你這裡要記得改喔 好 然後定位物件 所以我們 到Transform裡面的定位物件喔 就是這個Orient 就是把這個 幾何 起點 就是它的中心點 在這個地方 這個物件的中心點 你把這個用一個point拿過來好了 這個中心點 A 然後到所有的點 B 我們上去看看 其實一開始不應該做這麼大的數量啦 因為我怎麼知道是對還錯 好 最後上一個顏色 好啦 這樣就做好啦 這樣一定沒有問題啦 效果很漂亮 然後最後通常我就會在Transform裡面最後給一個group 這樣我back出來的結果就會是群組 然後把它back給大家看 這個曲面就很美啊 這個 讓它稍微跑一下網格 這個地方 水噹噹 這個 文理做得很漂亮喔 反正就看了影片突然有感而發 你們就可以試著去收集一些題材 它寫法就是這樣 還蠻簡單的 OK 那就介紹到這邊喔 就是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有問題留言 掰掰